9月8教师节到来 新庄昌平国小为了慰到平日辛苦的老师们 特别请来了按摩师傅来为老师们马一结 希望能够舒缓他们平日 粉笔手还有腿部静脉曲张等等的酸痛 老师的职业病除了嗓子会骚瞎外 粉笔手静脉曲张都是他们的职业伤害 所以在教师节前夕有学校特地安排按摩师傅 为辛苦的老师们马一结 希望可以舒缓他们平日身体所带来的酸痛 会有这个活动是因为我们体任 体任老师上课的时候非常辛苦 因为每天老师都要拿着粉笔写黑板 所以都有所谓的粉笔手 每天要站着上课 所以两只脚也都非常的酸 我们为了让老师能够放松他的筋骨 所以我们特别感谢劳工局提供我们这样的机会 今天请了三位我们视障的朋友 来帮我们全校的老师做这个按摩 听说校方一开放报名时间几乎每个时段都额满 可见老师们平日压力有多大 而在视障师傅的巧手按摩下 每个老师都是精神饱满走出服务站 平常就常常去按摩 觉得蛮有效果的 怎么说 因为工作比较繁忙 你比较常会有觉得哪边痠痛吗 应该是肩膀吧 那刚好你教师姐有这一个进师的活动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处事主任很用心 组长很用心 大部分都是颈部 那个左颈部的这里 还有就是右手这里 右手的手臂 还有肩胛骨这里 大部分都是这样 所以要提醒他们什么事呢 那就是右手啦 不管是哪里传统都是右手造成的 师傅们说老师长期久站 以及抬手随无形中肩胛和双脚承受的压力颇大 希望老师们平日多爱惜自己的身体保养之道 还是多运动 如此才能在传道授业解惑路上 为同学们指引明确道路 记者新庄采访报道